你们俩怎么走到一起的 我们俩是在2013年 我无意中看到了他的节目 因为出事以后一直挺自卑的 我们俩是在2013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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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在一起找到了一种支撑 同时呢 他们俩有个孩子 是的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既高兴又担心 怕他这样身体承受不了 我就说要不然我们就不要吧 就是我们2014年嘛 结婚了 结婚以后呢 就说感觉不舒服过来一段时间 然后当时去检查了 就说我怀孕了 医生就说你这样的身体呢 是不建议你要孩子的 第一 我的这个病会加重 还有就是你身体的这个原因 怕孩子不健康 我心里也是很害怕 我害怕倒不是因为说 医生说我会给我的生命造成什么影响 我就怕孩子不健康 自己一辈子这样了 我不能再去连累我孩子呀 当时我也想了很久 我就说不管有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承受 只要孩子健康 但是你怀孕应该很痛苦 就是到了五个月以后 也出现过两次比较危机的事情 有一次晚上睡觉了 都准备睡了 我突然就是不能呼吸了 感觉快要窒息了 堵住了 我就说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怎么呼吸不了了 后来过来一会儿缓过来进了 然后第二天去医院 医院就说孩子大了 顶到了我的心脏 会导致呼吸困难 然后又吸氧 又观察的 还有一次就是中午 他在给我做饭 然后我就坐在那里 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说我是不是不行了 我说怎么看不到了 我就赶快叫他 他过来扶着我 然后过来一会儿又好了 是正常生产的吗 剖腹产 九个多月吧 因为到最后一次 也就是我怀孕中遇到 我感觉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一次去检查 躺在那里 那个做笔操的就平时的话 十分二十分钟就能做好 那天坐了一个小时都没做好 一直在那里 就是在我肚子上推来推去的 而且连续换了三个 第一个给我坐了一会儿 感觉什么不行 又换了一个 反正他们当时说的 他们本地话我也听不懂 然后又换了一个 他就跟我说 他说孩子 那个头长得不是很 发育得很好 就是有点长 当时都八个多月了 我心里那一次 我那天 一个晚上我都没睡 我就默默地流泪 我就说我坚持了八个多月 都说没问题 为什么到快生的时候 出现了这个情况 然后医生就说 让我建议我去更大的医院 再去复查 确实有点长 为什么呢 因为我长期蹲着 因为快生的时候 孩子的头在下面 因为我长期挤压着 后来生下来健康吗 健康 六斤二两 那很标准吧 对啊 对吧 六斤到八斤之间是最标准的 对啊 小斤是闺女啊 闺女 然后那天去要做手术了 医生把种种的危险 都跟我们说了 他说我的这个身体情况 可能会有很多突发情况 因为我的这个腰椎不能弯 没办法打那个局部嘛 只能拳嘛 但是打了这个拳嘛 以后我就醒不过来了 都有这种可能 我说反正只要孩子健康就行 让他签了很多字 好在所有的事都过去了 但是其实你拥有的都拥有了 但我特别好奇 你的幸福心愿到底是什么 来我们上前一步 说出自己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想有一台电动轮椅 好 谢谢 来请 想要一台电动轮椅 对 出行更方便 最主要的是 我想陪我孩子 因为我现在 我女儿已经一岁多了 会走路了 她一走 跑 她有的时候跑出去了 我根本就跟都跟不上去 所以想跟着她一起 对 对 所以我想有一台电动轮椅 就是跟在我女儿后面 她去哪儿 我来跟着她 看着她 就像其他妈妈一样 陪着孩子 价格是多少钱 8000左右 刘仁佑 丁志里云 特别愿意帮助你 去实现这个愿望 另外一个呢 除了这个轮椅之外呢 我还有一个其他的小建议 就是互联网 可以让你们的缺陷被隐藏起来 比如说像直播呀 我建议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如果需要这方面帮助的话 我愿意提供一些 资讯方面的支持 谢谢 我们美人物医院呢 愿意帮助你 实现你的电动轮椅梦 谢谢 问题又在于 我感觉刚才你说了 你的手好像 只能握两斤重的东西 对 你有了这个轮椅出去之后 你们家孩子前跑 你一样是抓不住它 我觉得还应该有人陪伴 只是善意地提醒你一下 谢谢 生活当中确实是压力有多大 动力就应该有多大 之前呢 王力做得非常好 把一些困难 压力 都转化成了自己生活的动力 我们长存康大医院呢 也愿意助理你圆梦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其实为五姬 我们总怕给大夫够多 总怕我们给的不是最好的 能够这么勇敢美丽地做到今天 你现在已经给她的是你能够给她的最好的爱了 所以我挺希望让我也加入你的电动轮椅之梦 谢谢 那除此之外呢 我想送一些绘本和一些能够你跟宝宝一起玩的这样的东西 希望你能够永远幸福 谢谢 其实你们都是就最基础的需求 比如说你一开始只是想站起 对 后来只是想获得尊重 甚至没有敢去奢望爱情 后来有了爱心之后 只是说如果孩子能够健康该多好 你所有思考的都是生活当中最基本的 可是对于我来说的话 这些都是一种奢侈 我就想告诉大家 我虽然身体残疾了 但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也能够像你们正常人一样生活 我是残疾人 但不是残废人 谢谢你们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 谢谢